早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出迪丽热巴将在安乐船杀青后 会有很大的可能禁组下一部剧球状闪电 热巴出演球状闪电传闻已久 据说这个项目其实年初的时候就接触了 热巴方面也很大的意象 毕竟其也说过希望尝试更多不一样的角色 而这部国产科幻的题材的确很新颖 虽说难度特别大 一旦将故事改编得不好就很容易扑 也会如当初的斗气话马一般被观众批得体无完肤 但如果能够创新那这部剧就会相当出圈 风险性比较大 不过这部项目是陈思诚担任编剧 铁开其思生活不谈 他制作剧的口碑确实很不错 而且其身后的团队也很优秀 可以看出这部S级项目确实是一块很好的饼 但是据说剧方一直想让张一星来担任男主 为此死磕了很久 而一星近几年且不说心思一直在自己的舞台上 就算接的剧也大多是一些主旋律题材的剧 如近年的大热剧扫黑风暴 可以和许多优秀的演技派前辈同台标系 对自己的演技很有帮助 所以没有太想接这部戏 而在这期间迪丽热巴的安乐传都杀青了 还不见这个剧具体的计划 所以最近就有消息传出迪丽热巴大概率不会出演这部戏了 童谣或禁组担任女主 而据悉前不久刚拿下试后的童谣已经主动接触这部剧了 当然不是截胡了热巴的资源 因为两人不存在竞争的关系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计划 热巴的档期就已经排不开了 而且热巴最近也在接触一部大女主剧 和这部戏基本是无缘了 而球状闪电确实是一部原著很优秀的小说 影视化后受到了许多书粉的关注 而且网剧的制作团队也让人很放心 无论是曾指导过重启的导演潘安子 还是大家极其熟悉的陈思诚都是很优秀的制作人 所以童谣能拿下这部剧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童谣未放弃流量剧 虽然他现在还在和张新成拍摄新剧《危暗之火》 改编自九月夕的畅销小说《小南风》 其在里面饰演女主南雅 长相出众 为人和善 最旗袍也爱穿旗袍 但在封闭小镇中 过于出彩就是原罪 所以南雅是一个很有悲情色彩的人物 其本身的气质和童谣也比较相符 该剧虽不是什么大制作 但题材很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男女主的口碑都挺不错 所以该剧还是挺受期待的 剧方为了给新剧宣传 还拍摄他们两人的主题杂志 可以看出虽然童谣凭借三世而已 中顾佳一脚成功拿下了事后 但他并没有如其他得奖的演员 一般一心想走实力派路线 从他接《危暗之火》搭档流量小生 就可以看出 毕竟这年头流量确实比实力派更受关注 资源来的也更多 但是他的演技是摆在那的 就算是流量剧也能用实力征服观众 如今这部剧的选角风波尚未停息 你更希望哪位演员来出演这部剧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